在看影片前 你追蹤了我們的Mirri 和Odysy平台嗎? 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快點幫忙訂閱我們吧 現在就和大家 開箱Steel Series的 PRISM CAPS鍵帽 也可以叫做Keycaps 說到它的賣點 當然可以應用在 不同的電競鍵盤裏 除了Logic之外 而且它是擁有通用雙色的PVT劍帽 即是有更鮮艷的顏色 以及更好的著色效果 因為它的劍帽下面 會有半透明的設計 令燈光效果更明顯 今天就和大家開箱 首先有一個說明書 它裡面就包括這四包東西 包括這兩個就是 鍵盤上面的 英文字母 它的按鈕 這個就是數字 還有這個呢 就是額外附送給一些 比較大的鍵盤的按鈕 那我們現在馬上開 可以看到上面也有相對遠的數字 是說哪一包東西 其實它Steel Series的這個鍵盤 是可以適用在不單是Steel Series的鍵盤 它還可以應用在不同類型的鍵盤 那裡也可以 為了設合不同大小的電競鍵盤 所以它也額外給了不同大小的鍵盤 可以適用在不同大小和長短的鍵盤上面 就好像這個Space鍵盤 它也額外給了幾個是Bear的大小 可以應用在不同長短的電競鍵盤上面 那我們今天就會用不同的電競鍵盤 去測試一下鍵盤 那首先 我們就會用這個Hello Kitty的電競鍵盤 這個Hello Kitty電競鍵盤 我們之前也有跟大家拍片介紹過的 今天呢 再用它來跟大家測試一下 那我們首先就 用這個來拉起我們的鍵盤的按鈕 這個是6 OK 是完全沒問題的 可以證實到它可以兼容在不同的鍵盤上面 都可以的 都完全沒問題的 就是這個了 那我等我開這個給大家看 我一開馬上散了 它是用一個真空的形式去做包裝的 即是它不會有任何空氣進去 那等我示範一下這個 這個 Key Cap Pula 它這個夾是怎樣夾一些 鍵盤出來 那我們就夾這隻綠出來 那首先呢 就可以這樣勾著它 然後就放進去 然後一拔就可以拔出來 很方便 那可以看到呢 它是可以兼容在不同的電競鍵盤上面 都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接下來呢 我就用Steel Series自己的鍵盤 APES 7 TKL 和大家測試一下鍵盤 那我看呢 網上很流行一種玩法 就是把這個黑色的鍵盤 換上一些白色的鍵盤 去組成一個圖形 那天就看看可不可以做到 那照樣 如果是Steel Series的產品呢 我們可以用Steel Series Engine的程式 Steel Series GG 就可以調節它的燈光 那我們首先試一下用我們 白色的Key Caps 去看看可不可以 組成一個圖形 它可不可以塞進去呢 X在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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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想想可以做些什麼 先做個金字塔 好 我難得找齊了 它那些英文字 所以我就隨心放下去 好了 等我現在繼續 繼續 隨心放些英文字上去 那大家最常用的 WASD呢 等我都幫大家換了它 雖然我不是換回相對的英文字母 因為我難得找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就是 我換了一些Key Caps 上去這個 Steel Series的Key Board 上面的效果 那大家可以看看 大家猜猜這個是什麼來的 來吧 那這裡呢就是Steel Series Prism Caps 的所有內容物 那就包括這兩包我開了的 就是它的 鍵盤 還有這一包也是它的鍵盤 這就是符合不同尺寸的Key Board 給你用的鍵 所以呢 喜歡幫自己Key Board化妝的朋友 又可以多一個選擇 看完這條片的朋友 都可以去我們的網店看看 還有 記得幫忙CSS我們 有什麼就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好啦 支持實體店 香港人加油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